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极客鞋谈 大概从8月底开始 其实我就一直有接收到大家的私信或者是催根的要求 说一下罗斯最新的鞋子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拒绝的 因为我不相信这就是罗斯新赛季会穿着的鞋子 我觉得可能它就是一个支线 并且我看到它这个外观之后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拼接鞋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双非常没有诚意的鞋子 直到新赛季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它几场比赛 并且它也穿着了这双鞋 再结合新赛季它的一些表现 我想说的就是 来哪打了什么玩意儿 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双鞋 刚拿到鞋的时候 比较关注点是它鞋盒 你比如说大概从它9代开始 鞋盒已经变成那种所谓的环保鞋盒了 然后来到了它的最新一代 这双鞋盒竟然是一个签名的鞋盒 首先就它正面有一个螺丝标志对吧 然后这一圈有非常多的这种线 然后聚集到中间 后面这里有一个封城之子 然后再看到正面 除了阿迪达斯标志之外 这里有一个螺丝封城之子 阿迪达斯篮球 玫瑰的标志 突然一改风格了 让我有些难以接受 甚至它的衬着 都是玫瑰和阿迪达斯的logo 别的球星的鞋子实在是卖不出去了 想靠螺丝走量 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回到这双鞋上面 结果我穿的这双鞋很长时间了 大概9月底 断断续续续就穿到现在 比较熟悉螺丝球鞋的人 应该就是一眼看出来 鞋前头这一片是致敬螺丝1.5 鞋的外底是致敬螺丝的第4代 它的鞋后跟这块 又有点像螺丝11 一个非常具有拼接感的球星签名鞋 这双鞋的感觉很像是乔丹出过一双 6 rings 夺冠的那几双鞋 拼接出来的一双鞋 你不知道它怎么想的 反正我是没见过那双鞋有人穿 鞋前头这块用了一些比较普通的合成格 然后鞋两侧这边一共有12道杠 原本可能就是螺丝的第12代 鞋中部这块就是大面积的这种透气网纱材料 然后整个鞋带也是比较平庸的一个处理方式 鞋带绑定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灵活 然后再看到它的鞋帮 这一侧有螺丝的名字 然后另外一边比较浅显的三道杠 后跟的这一块 就是一个很大面积的外置的TPU做后跟的一个加固 鞋上里面有一个4颗星 然后这4颗星其实也是代表了芝加哥的士奇上面有4颗星 螺丝11的节目里面有说过 有兴趣的也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说一说它中底全掌bounce材料非常的平庸 这次鞋底是从螺丝的第4代鞋底改过来 Crazy Quick的模块是外底处理 然后在第4代后跟这一块其实是有三道杠可以延伸上来的 这次它变成了一个螺丝的标志很有设计亮点创意十足 还有点跟第4代不太相同的是 我觉得第4代外底它每一个纹路的间隔中间都是中底材料 但这次它每个纹路的间隔中间 其实有一部分是外底橡胶 对待加强了它整个外底的一体式的设计 外观部分就没有了 实在编也编不出来了 再来说一说它的实战感受 它整体表现螺丝晋级带以来最好的 刚上小时候有几点是非常惊艳的 第一点就是它的包裹 它整个鞋头部分 因为它致敬螺丝1.5 这第一年来穿过阿迪达斯球鞋里面 前掌的包裹感最好 因为它前面这里面有一点海绵填充 然后加上它两侧这个地方又有一点收 竟然没有感觉到非常宽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点 然后在鞋的两侧这里 鞋带其实拉紧的时候 两边并不能够有那种非常安全的感觉 最近出节目的球鞋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每个球鞋 他们在动态绑定方面就下了很多功夫 但是阿迪就是与众不同 你知道德国人就是死脑筋 它这个鞋带不得不说 真的非常非常普通 它只能起到就是说 把两边稍微收紧一点 并不能够因为大家的脚型不同 起到一个定制化的感觉 它整体的锁定感其实并不是很强 这个包裹水平 只放到无论市面上哪一家球鞋品牌里面 这个鞋楦加上包裹的设计就是普通 再说到它的后跟 就是阿迪的包裹实在有太多可以吐槽的部分了 所以它每个部分稍微做一点改进 我都会觉得 螺丝 螺丝切耐克了吗 这次我不知道它这双鞋做了什么手脚 竟然不会掉后跟 脚踝处的锁定还算可以 鞋帮这块是有一定海绵点充的 不是很厚 最上面这个鞋带孔和鞋跟的距离 其实也不是很远 它其实是能够起到一定这种锁定的效果 鞋卷也非常适中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情况 因为我对螺丝第4代印象非常好 它除了有一点就是卡脚背 这双鞋如果完美解决了卡脚背的情况 这双鞋不得但它包裹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在于上端这两个鞋带孔 其实离得比较近 然后我看螺丝自己 它其实是会少记一个截 可能它自己也觉得不太舒服 鞋帮处的最下面鞋带的孔和鞋带扣离得实在是太近 再加上这上面三个鞋带孔一记的时候 那个线其实会非常密集 就使得你脚背不舒服 在穿着过程中甚至把我的右脚给穿伤了 当然这有可能只是我个人的现象 鞋舌包边是比较硬的 它的鞋舌其实是有两块材料拼接的 在拼接的交汇处它这个材料很硬 然后再加上它鞋帮拐脚也是硬的 这两个硬的东西接触在一块 然后你再把鞋带一记紧 我脚到这个位置 你脚踝骨鞋上方不会特别痛 而且这里有根筋 我觉得我已经压迫到它了 捏它我感觉脚掌有一块筋是麻的 但很奇怪的是我左脚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也就算是一个小的缺点 跟大家先提前说明了 还有问题就是它鞋帮处其实你可以看它的曲线是有点往内收的 对吧 这个鞋帮在我刚穿上的时候会有点卡跟进 但是又是非常神奇的一点 穿完第一天之后第二天再穿 它竟然不卡了 有可能是我自己适应了 所以它包裹在鞋帮最上面这一群会有一点小的问题 当然也是看每个人脚型的问题 说一说它的鞋面支撑 其实这双鞋面支撑还是很优秀 然后它外侧这里有一点点的材料上翻 继承螺丝1.5代的合成格材料其实是ok的 特别网纱材料填掌这些地方都是打了枣的 也就是这些地方其实是做了一个加固 这些缝线看似随意摆放上去了 但实际上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然后后跟港宝也非常硬 外加这一片有外置tpu和中底材料的上翻 所以整个侧面的支撑其实是比较够用的 顺势再说一下它的防侧帆 这双鞋防侧帆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 甚至有点像汤姆森签名鞋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个顶级的后卫的签名鞋 就按照这几年趋势发展 你多多少少前掌你得做一个圆弧设计 有助于你启动 这双鞋圆弧的设计简直是可怜 就是一点点的角度 甚至还不如我预帅15的弧度 你知道他说就是顶级后卫两侧这边 稍微给我来点角度对吧 我可以便便像什么的 没有一个大平面 然后两边没有任何橡胶的上翻 因为阿迪可能知道螺丝是靠投篮奇家的 所以希望他回归初心板做一个稳定的射手 给他做一个超频的平面 非常的稳定 他的防侧翻超级优秀 前掌外侧有一定突出 后掌两侧也有突出 这个中底材料bounce弹性EVA 它的硬度可想而知 它的支撑性可想而知 后跟稳定性太稳了 再加上它鞋帮的设计 其实对你脚踝也是有一定支撑的 所以在防侧翻的这一项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说到现在感觉它这些基本要素和安全性 其实都很过关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双鞋觉得很惊喜 除了把我脚给穿伤了之外 说到现在也得说一说它的缺点 它是一个双刃剑的感觉 就是它整个中底加外底 就是这双鞋其实最让人劝退的地方 中底bounce全掌一体化的感觉非常好 脚感没有差别 前掌贴力感也比较足 后掌我觉得对我来说刚刚够用 稍微大体重一点 或者是那种钢炮型球员 我可能觉得后跟的材料没准会有一些不太够用 毕竟现在大家谁还没有个超零件发炮的东西 对吧 普世华拉bounce不一定能够满足所有人 要说实话 这个中底就是它的弹性 还有它的软度轻平无极 但是在这双鞋上面用的就非常的合适 其实这一点也要配合着它的外底来说一说 大家看到这外底应该就知道是 crazy quick的一个大底 这个外底的设计思路 就是让你整个脚可以更灵活 这是我刚穿上讲的一瞬间 真的是非常奇特的感觉 它整个前场这种可弯曲的程度 球场上的那种场地感非常棒 我没想说场地感是中底材料比较薄 比如说亚斯士那种场地感 这双鞋我觉得和亚斯士感觉很不一样的点 在于它前场给你弯曲的空间更大 每个肌肉都得到了释放的感觉 而且你可以维持这个动作 现在很多球鞋需要有一定的弹射感 但是他又要找一个应力释放点 所以他会特意在前场做一个小的开槽 力就在这释放 这双鞋前场每个槽都可以作为你 应力释放的点 所以在打球的时候甚至我感觉我的重心都压得更低了 因为我整个脚可以压得更夸张 但同时这双鞋的中底也是整双鞋最劝退的地方 同时也是我不去做长测 以及不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再次回到罗斯4代 除了它整个中底的crazy quick 整双鞋上还有一个非常精华的部分 就在于它的后跟的tpu 从后跟这里一直延伸到了它中足 它整个中部的抗扭是得到保证的 这双鞋有几次打球的时候 整个人状态非常好的 登地加速的时候 我是能够感觉到我足弓那块是空的 虽然不是一个拉扯的情况 倒也没有到你拉扯脚筋的部分 回来的时候我就试了扭了一下这双鞋 虽然它第一个释放的点是在这 但是你再稍微用点劲 你可以看到中足这里也是可以摆得动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点 只有我内心不太相信这件事情 阿迪虽然做球界很拉垮 但有一说一 德国人就是非常固执 但是又非常严谨 然后我就拿手去摁了一下它中底 其实可以摸到它中足这块是有一块tpu的 但这块tpu并不是很大 很异形的一个tpu 可能就是中足一小块tpu片 所以它整体的强度 再加上它中足这块 其实也是有切割草的 所以也是给你做了一些硬力释放点 特别是在你打的比较激烈的时候 真的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所以这双鞋真的很可惜 不能够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确实是有一定印象 不过说实话 因为外底加上中底 以及它一些鞋面上的偷工减料 你知道用的不是好材料 这双鞋的重量比较可观的一个成绩 甚至比螺丝11还要更轻 你知道号称有RD0的螺丝11 老脸王打割 但这双鞋其实我觉得可以作为一双训练鞋 因为它外底我觉得耐磨度还算是OK了 之前我还在纯水泥泥泥打过 然后在外上还打了很多次 在训练的时候 这双鞋它会让你整个脚的肌肉都掉动起来 而且不会给你任何加成 然后你穿这双鞋就稍微练的刻苦一点 对吧 好好练 然后你在打对抗的时候 就是说正维有比赛的时候 你再穿个全场碳板鞋 绝对是帮助你一飞冲天 我只希望螺丝的球员版跟我们不一样 这期节目差不多是这样 结果鞋带跟你没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